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介紹這次的新活動啦 就是這個想成為風之谷偶像 這個活動簡單來說就是透過打怪來解鎖椅子的外觀 並且隨機抽取效果來打造出專屬於自己的椅子 活動期間為12月13號到1月9號總共28天 每天都可以透過狩獵等級範圍怪來取得100個粉絲們的愛 那我實測了一下在符文詛咒四階的狀態下 打了500多隻怪連半個愛心都沒看到 因此我推斷愛心是會吃吊寶的 那我自己224%的吊寶 體感上是2500隻左右可以打完100個愛心 其中只需要消耗30個愛心就可以提升等級 那第一次升等後你就可以拿到椅子的雛形了 透過等級可以解鎖更多外觀 可以解鎖的等級如下 3等解鎖自己 6等解鎖皮皮以此類推 等到你解鎖後就可以花費10個愛心隨機抽取一個外觀 官方也很貼心的附上了機率表 如果想要看造型的話也可以透過遊戲中UI右上角的問號 來選擇想要知道舞台的動作或者邊框背景特效種類 只可惜它是圖片看不到動畫效果 想知道怎麼動還是得自己取得啦 比較要注意的是等級一天只能升級一次 然而總共有21等 所以就必須要21天才可以升滿 也因此不抽任何外觀的情況下 升到滿等就必須累積至少630個愛心 提升等級除了可以變換外觀之外 每升一等都可以拿到對應的獎勵 其中紅字則是商城道具 藍字是跟椅子有關的 黑字是常見的消耗型道具 第10天的想成為風之谷偶像這個是現金特效 如果有使用卡波特效或者其他職業專屬特效的話 可能就要選擇一下該使用哪個了 這種特效是不可以疊加的 如果不想要換掉的話也是可以拿給分身用啊 好的 那本次活動想成為風之谷偶像 就先介紹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少少的愛心 抽到自己心儀的外觀與特效 在活動之前要記得把椅子的外觀與特效 改成自己想要的喔 等到活動結束就沒辦法再更改了 好的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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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